我告诉你啊 许多人都以为 醋焦鱼头是蒸出来的 那你们就是大错特色了 其实不用剩的醋焦鱼头啊 才会更加的好吃 首先把鱼后的地方 都划上几刀 方便入味 锅中有热 下汤 姜 蒜 小米辣宝箱 我每天都分享 人家的美食 麻烦你锅里面小鱼鱼 骨鱼鱼下巴 非常暖心 有条件的 可以放点鱼鱼 擺上一切好的鱼头 带来点豆 然后倒入一包醋焦酱 吃个姜 大厨跟鱼鱼 看着最好的 其他的任何调料 你都不需要换 加带冰抽之前 吃到饭匹啤酒等化妆区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转小火炖的食杆中 最后撒上葱花 就可以开始 这样做的对焦鱼头 鲜嫩味美 好吃又入味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吃了 坐起来吧